It's the most beautiful time of the year Lights feel the streets spreading so much I should be playing in the winter snow But I'ma be under the mist Hello 大家好 又来到我们说南奈摩 今天我们想说说一下 就是南奈摩有两个ferry 有两个渡轮 那其中一个是 就是我这边后面就叫 Departure Bay Departure Bay是从Horses Bay 温哥华那边过来的 那南奈摩还有另外一个 叫做Dewpoint 是从Towarsen那边过来的 那我今天也刚刚从那边过来 我今天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经验 在夏天的时候 会时常会看到很多车在等 看后面这边 其实很多车已经在等着 那夏天的时候 尤其是在周末 或者是长周末的时候 我千万千万记得要预定这个船票 那一般上预定的钱 我这边有这个预定 所以预定是18块钱 就上网预定就好了 就你都多给这个18块钱 你提前半个小时 你要到这个check-in 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 你要在这边check-in 你一定要在那边付 如果你离船大概20分钟到了话 你这个check-in这个18块钱就没有办法给你担保了 所以我会建议你们大家18块钱早点预定 有时候前一天预定都不一定会有 如果是长周末最好是前一周就应该开始预定好了 要不然另外这方式你没有办法预定呢 你就提前的到 在这边去早点进来在这边等 最繁忙的时候就是下午那段时间 大概是七八点 然后一直到下午这段时间都是比较忙的 所以如果你没有预定 你最好早一点到 比如说最早是有五点六点多吧 如果没记错 最晚是十点多 一般上最早最晚的都没有问题 那我这边就大概可以跟你讲一下 就是一辆车 我们的车的费用 就是一般的轿车的费用是63块8毛五 一个车人呢 一个人他是按人来算的 每个人大概是18块半 一个人 两个人你就乘了 两三个人就乘三吧 那还有另外呢 就是说小孩子少过五岁就是免费 这小孩子应该还有一个有一个优惠 那还有一些杂费 就是说那个 Port fees and fees sure charge fees 结交起来 所以我大概跟你讲一下 我这边带了四个人 四个大人 加一个车 再加上预定费 总共是144块钱单程 144块钱单程 好嘞 那有人问我们说 到底是走我们后面这个Departure Bay 比较好呢 还是说我们要去到另外一边 叫Dew Point 比较好呢 两个都是来到Nanamo 但是这个这一边后面Departure Bay的船 航线会比较短 一个小时 45分钟 那Tewarsen到Dew Point 航线是两个小时 所以稍微久一点 那Departure Bay另外一个好处呢 就是我们一到后面这一边 就是Downtown 所以直接就能够进到Downtown了 那Tewarsen到Dew Point Dew Point要去到Downtown 还要等于20分钟 所以如果能坐 还是走到这个Departure Bay 会比较方便一点 但是Departure Bay的船 会比较小 Dew Point的船一般上比较大 因为主要是坐货车的 但是这边也有一些货车 你可以看到的 这些都货车 但是Dew Point会比较多 比较多货车 那今天就跟你聊到这 就祝大家旅游愉快 现在也可以看看我们的Nanamo 万里乌云 全部都是蓝天 哇 是不是多好 好吧 我们再聊 OK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